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副市长陈景峻说什么 他说我心痛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因为他协助灯会上后 结果却被蔡壁如在后面放冷箭 说他是介入标案 那么这场柯文哲内阁之间的内斗 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幕呢 只是我们看到这个选举在即 对柯文哲来说 他的年底的竞选总干是这个重要的职务 到底由谁来担任 现在媒体点名了两个人 分别是驻日代表谢长廷 跟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会是他们吗 那么姚立民在可能已经没有答应的状况之下 谁会来帮柯文哲操盘 而这个竞选总干事的人选 是不是也透露出 柯文哲跟民进党合作的可能性高低 今天节目当中 带大家一起来关注 蓝绿以及白色力量的台北市长选情 另外一个我们要特别来关注的 就是国民党 新北市的党内初选 茶壶内的风暴了 那么面对党内的同志 金介兽大动作的买广告 而且质疑他是一个三议警长 还是一个101间的包租公 侯友宜说这是抹黑 我们不必理他 而且还问媒体说 我像是一个会贪污的人吗 但是我们来看 金介兽已经是第二波广告了 昨天他甚至于是大动作的 找了台北市议员李庆元 一起来开记者会 金介兽就跟侯友宜下单帖 要求辩论 还呛声说我手上还有更多的卫爆弹 要求党主席吴敦要重视这个问题 新北市国民党内的厮杀 可以说是越来越激烈 那么对侯友宜的高民调 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双北的选情 另外如果讲到这个 中国擅自启用M503跟W的航线 蔡政府现在开始有了硬起来的作为 那么他就是要反制M503 只要是你这个使用M503 规劝不听的这个航空公司呢 现在民航局是不准这个偷飞这条航线的 厦门航空跟东方航空来申请过年的包机 当然这就势必会影响到部分的台商了 甚至于现在有台商康使放话抗议 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国家利益跟台商利益 到底是谁比较重要呢 回家的路有很多条 但是国家安全恐怕只有一条 不过这样的动作对于蔡政府来说 如果中国依旧不甩 那么政府的下一步动作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带大家好好一起来关注 好 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几位语谈的来宾 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楚英好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蔡宇 楚英好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全好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尚义夫 大家好 要欢迎的是台中市政府的市政顾问 刘厚成 楚英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开始我们大家关注的就是 这个算是震撼蛋了 对于蓝绿白来说 恐怕这个又少了一位 这个参选的角逐者 但是他对于蓝绿白之间的选情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来看这次报道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说过我要参选 我会继续留在立法院打拼 也就是说我不会参加2018台北市长的选举 宣布退出台北市长选战 蒋万安抛出震撼蛋 把话说死就连征招也不接受 我想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从来就没有说要参选 所以也不会有后续 这些所谓征招出选的问题 选择守在立法院 而不是会议军台北市长宝座 蒋万安曾被各界寄予厚望 如今不选 可问者回应 语带玄机 四年前的现在 问者都还不晓得在哪里 所以我看这种东西就这样 认真的过每一天 如果可以的话 试着快乐地过每一天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团结 所有要团结的力量 这是一场艰困的选战 蓝营的团结就从台北开始 原本可能被挤掉的金手中 更是松了好大一口气 蒋万安因为牢机法一战成名 在网路上声量也很正面 原本都表态不排斥参选了 这次却突然抛下震撼蛋 被推测是因为评估过后 觉得自己打不赢柯文哲 加上需要再历练 所以决定观望几年 党中央后援不够力 新生代不愿出战 尽管老将丁守中乐观面对 初选局势 但也让外界看破国民党 打选战 新生代人才窘迫的困境 三连旋闻中 主委谢孟哲台北报道 小湾今天在立法院 我跟大家宣布了 他说我从来就没有说要选 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会继续留在立法院 这好像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他不断地在酝酿 甚至于本来还有一个说法是 临时会结束之后 他就会请走基层 开始来探访民间的声音 那么这也算是一种寻求 支持的一个动作 但现在今天早上突然间 大家觉得这个叫做震撼蛋来形容 瑞德哥 你觉得这是一个震撼蛋吗 这当然是一个震撼蛋 为什么呢 可以想见而然的 这个国民党内部呢 可能包括吴敦毅主席在内呢 他们这些人呢 都希望蒋万安出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蒋万安姓蒋 当然这个蒋跟正统的蒋不太一样 因为本来姓张 然后呢 但是后来他的父亲 把改回来 变姓蒋任主归宗了以后呢 你不要忘记他是郑兰旗 如果算是姓蒋的话 会被人家认为是郑兰旗的一份子 但显然我觉得蒋万安 这个动作是对的 所以从他这个动作看起来 未来的台北市长 是有他有希望 未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蒋万安毕竟立委 根基未顾 他打的是空军嘛 对不对 空军 事实上陆军到底在哪里 他自己很清楚啊 所以我觉得他做这个动作 我们还是必须要给他掌声 为什么 他知道自己 到底能不能带领国民党 打赢这一仗 他非常清楚 那他自己呢 如果能够再继续在立法院 然后再这个等于说 多历练一下以后呢 未来真的有可能是这个 等于说国民党的后起之秀 因为显然蒋万安 他除了可以凝聚这个旧的国民党的蓝营的力量之外 他更看到了国民党最欠缺的年轻人这一块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动作 你会发现跟一般正统的国民党不太一样 但是在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根基啊 火候未到 所以他在今天选择毅然决然啊 选择他不选 那不选了以后重点来了 那谁选 目前台面上 跑龙套的要选了一堆 但是看起来对不对 跑龙套不是我说的 那跑龙套的一堆 他问题是目前看起来 应该就是底定就是丁守中了 丁守中在前几天不是做一个动作 罗志强现在是他的 在网路啊在哪一块的一个主管 对不对 罗志强不重要 罗志强并不知道连署一百万 然后没有达到以后不选台北市长 不知道要不要去选西翁 我不知道 但他加入丁守中的团队 他不重要 而是请问你 罗志强他最捧的人是谁 不是马英九吗 那所以呢 把罗志强拉进来 在某种程度上 告诉国民党跟他那个男人支持者 妈呀 听我 马英九听我 你知道吗 马英九下台后 他的民间的人望啊 人气还比他当总统都高嘛 对不对 马英九听我 那所以在如此的现实 正是非常无比的现实 不管你准备多久了 都没有啊 没有要紧 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你想跟丁守中 在台北市长这个候选人 听啊 此时此刻倒不一定有人选啊 蒋万安之外 我讲坦白了 其他几个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没有这个人选 好 重点来了 那么事实上除此之外呢 他给了民进党一个天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蒋万安出来的话 那么之前的评估是认为 有可能民进党会因为这样 礼让给柯文哲 是 那么 那如果是丁守中就不一样了 丁守中出揚 他代表的是一个比较传统 比较 也是郑兰奇啦 因为他爸爸是军系 他的岳父是军系的温将军啦 那他也是属于 比较外省人的这个 纯正的这个所谓郑兰奇啊 但是民进党就有 不得不出来的一个压力了 他的支持者会认为说 丁守中又不是你们讲的 那个蒋万安 又有年轻人的票 又干嘛的 又干嘛的 对不对 讲家后代什么之类的 那为什么还要 比较给柯文哲 然后柯文哲 现在又对民进党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嘛 更何况前几天 才对那个 我本将心对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啊 把民进党人当作勾曲啊 你知道吗 那如此的对待蒋允愿嘛 然后等一下我们还要讨论的 还有个副市长 不知道什么时候离职 我们可能要开一下赌盘啊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 在如此情况下 民进党的压力 反而在民进党身上 这个压力整合过来 因为如果 如果是蒋万安 你还可以有个理由 借口说我还可以 给这个等于说 国民党的候选人啊拿走 可是现在 如果是丁手中的话呢 反而三强分立啊 三国鼎立啊 的时代反而来临了 那么现在你民进党要想清楚哦 民进党谁要出来 不是只有一个 窑在那个地方而已哦 不应该只有窑而已哦 应该还有其他的人 本来至少还有三个人想选 但是一直都隐藏在 那个under table台面下的哦 搞不好马上没多久 你可以看这个 今年这个过年啊 可能会很热闹 因为就会浮起来了 好瑞德哥 雨在玄机的说 其实民进党内恐怕 还有三个想选的 到底是谁 等一下稍后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民进党立法文 参与知不知道 但是我们回到 蒋万安的话题 就是如果大家今天 有去看我们 三立新闻的转播 就会看到说 除了新闻 所看到那些画面之外 在这个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 其实是有媒体 问了几个话题跟重点 但是蒋万安都笑而不打 包括不参选 是不是因为蒋家的包袱 那么是不是 未来才要挑战台北市长 甚至于有一个媒体是 直接问他说 蒋万安你是不是确战 但是蒋万安的反应都是 笑而不打就离开了 来我现场要问这个 上一副一副歌 因为我从小就是看你 跑立法院的新闻 所以说这个讯息 我也是 这个讯息 对你来说 是今天才知道吗 还是说他其实有经过一段的酝酿 这个转折到底是什么 因为本来大家都会觉得说 很看好他 应该是党内他要跟丁守中 来PK一下 先这样讲 就之前大概两三个月前 其实吴敦云有找过蒋万安 其实有劝过 蒋万安考虑选台北市 那蒋万安一直不松口 其实吴敦亦 其实当时也有一点无奈 但是立法院就发生了几件事 尤其是那个 一立一修劳基法的选举 劳基法的修法 再加上那个转型正义的问题 其实蒋万安那时候就是 各位应该还记得那个画面 脱衣服跳那个主席台 那当然没有跳上去 可能跟身高有关 那第二个就是 一种我们所谓的新战神 就站在那边发表言论三个多小时 让当天的那个一立一修 没办法出委员会 所以当时他在网路上的声量非常大 那个时候呢 事实上我们所听到的是 蒋万安当时就是一个 有考虑过选不选 并不排斥的阶段 所以他的幕僚呢 对台北市的人口啦 他比例分配啦 年轻人占多少男女比例等等等等 他们都有去做分析 但是过了大概约两个礼拜 蒋万安那边大概又开始犹豫了 那事实上我们所听到的是 我所知道的 其实他两个多礼拜前 其实有找过几个他政坛的长辈 明确的告知 就是说他不选 长辈也同意让他不选 长辈听嘛 也没什么多去劝与不劝的 因为他已经确定不选了嘛 确定不选的时候 其中告知的理由有两项 第一个就是民调可能赢不过丁守忠啦 第二个就是他立委 其实连一任都没做完 他认为他的精力跟历练不足 所以他希望在历练方面 能够多多的充分的做准备啦 然后多经历一些事情以后 再来考虑这件事情 所以两个多礼拜前 他就已经决定不选 那当然这个不选的消息呢 他政坛上长辈知道以后 在两个礼拜前 就已经有跟吴敦义告知蒋万安 大概做了这样的决定 长辈让主席知道 有让主席知道 有让吴敦义知道这一个决定 但是呢党内还是希望有所转还 所以各位看那个蒋经国三十周年 其实办得浩浩荡荡 甚至于吴敦义都不惜 把阿公的财产阿公的生日办金日 那阿公是谁 他当然蒋经国当然是蒋万安的阿公嘛 所以当时就一直铺牌 希望还有一个转还的余地 那当时应该是蒋万安有告知长辈要宣布的时间 应该是在昨天 那昨天蒋万安不选了以后 昨天没有宣布 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 他昨天去见了吴敦义 他亲自把决定告知了吴敦义 当然吴敦义对于蒋万安这个决定 当然是有点失望 我们释放加引号了 可能也有点不太高兴 外喜 是这样吗 所以应该随便吧 反正就是已经知道他不选了 有点失望了 所以他今天宣布了 那原本应该是昨天要宣布 因为长辈今天说溜了一句话 就说他昨天宣布了 结果昨天没有 是今天宣布的 所以从此可以推判 其实他应该是昨天要宣布的 当然就是说他有几个基本的因素 就是说其实他民调拉不起来 其实他们也是蛮意外的 尤其是年轻的选票 其实他们也是蛮意外的 为什么年轻的选票的支持度 并没有那么高 那当然党内一直希望他选的时候 一直还不排斥他 还没有放弃的原因是说 蒋万安之前有告知党中央 他选不选的考虑因素 包括是在民调上 已经他的立委任期 要怎么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选举资金的问题 如何筹募等等问题 所以当时为什么党中央 一直认为还有机会 一直到1月12号 他去参加那个潮梯 要妇女会办的潮梯 还带着6岁的小孩去的时候 还讲说他一向支持全民调 没有说要征召 那时候他们都还认为 似乎还有转还余地 所以今天宣布表示 就是再也不会有可能了 应该是 因为国民党内还有其他 是在必要参选者 应该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他昨天也亲自去跟 吴敦毅报告过了 也决定他不选的消息都报告了 如果说党内 如果劝他再考虑 还有转还空间的话 那就不至于今天正式 出来宣布他不选了 所以我想应该是没有了 来任俊 我想问的就是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生下来 其实大家就像刚刚瑞德哥所说的 那么这个一直希望代表 国民党有一次机会的丁叔叔 丁叔叔的台北梦 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脱颖而出了 那么面对刚刚瑞德哥 除了提到国民党的状况 也提到了民进党 这个民党压力是不是来了 包括现在民党已经宣布要参选的 姚文芝他就说了 他感到失望 也算丁守忠说 准备了20年 都没有进步 你怎么来看现在这一局 你可以叫他丁叔叔 我叫他守忠兄 他自称丁叔叔 他自称丁叔叔的台北梦 其实丁守忠当然大家知道 他对于参选台北市长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不能用执着 他很投入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 几乎在每一次的国民党 要参选台北市的这些人选里面 你看到丁守忠 其实都告诉大家说 他已经准备好了 那只是在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党内初选 我想上一次的这个选举 对于丁守忠来讲是非常恶丸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党内要进行这个初选之前 然后一个奇怪的来自台北的小市民的一个投书 然后认为说这个对他打杀伤力非常强 而且后来大家很多人传来说这是党内的人恶搞 特别去做这件事 我想这个大家都有过很多的讨论 那蒋宛安的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大家长期在关注 事实上你如果来看 比如说小平书常常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东小平先生 因为他经常就讲说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蒋宛安就会做决定 然后等到这个礼拜过去 他会讲那下个礼拜他会再做决定 我刚才经过八次下个礼拜 终于现在做了一个决定 但是其实大概关键大概有一个 我想刚刚这个义富兄有提到了 就是第一个他的民调确实起不来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他自己本人 对于这个参选台北市长的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是不是已经足够下足了一个决心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时候 你会表现在态度上面跟态势上面 那你一直觉得说我要等评估 我要等民调我要等评估等民调 某种程度周边的人他也会急 那急了之后他也会去观察你的态度 我跟你讲说你要参选市长的态度 跟你现在立委的态度会不太一样 就是说你第一个在地方上面走的状态 然后包含你所展现出来 这个一定要做 你不能像我坐那样等于民调看出来 总控是怎样 民调大概我们自己选举过知道 民调不会凭空而来 你没有真的走进去很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上面对于蒋万安 他要不要参选的正式的动态 我想大家讨论过很多 所以大概从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可是你说到底国民党党中 他现在对于丁守中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丁守中他其实是有表的 而且我就讲 丁守中其实比较算是老一派的政治人物 我特别用的叫做老一派的政治人物 我不讲他叫老一辈子政治人物 原因是因为丁守中在整个选战的风格 跟他所有的打法 包含他的人脉经营跟组织战的部分 丁守中我如果没有记错 他应该做过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他应该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职务 所以他对于组织的部分 是他非常擅长跟熟悉的 所以他很知道哪些东西 哪些他必须要去经营 但是当有其他对手出现的时候 这些东西会不会回馈给他 在支持他上面 我想过去几次 丁守中大家自己冷暖自知 那这一次蒋万安之所以会被大家凸显出来 所以有人讲说国民党的支持者 终于有一个机会 把当年对马英九的热情 投注在一个蒋万安的身上 不管他姓蒋或不姓蒋 其实我觉得蒋这件事情 对于蒋万安根本没有包袱 他们在蒋家算是政治受难者 他们怎么会是有蒋家的光芒 你这样光看刚刚提到说 原来姓张要回到姓蒋的阶段里面 到底经过了多少风波跟苦难 还要到法院里面去认证完之后 才有这些经过 所以对于他来讲 其实蒋家这件事 我不认为会对他产生说 他因此而得到这个得其力 可能外界会有很多的讨论 那对于大家传统认知的蒋家 对于他们的态度 我想大家也都看得见 也不是假如说 你们就是我们这伯的 我认为他们的互动上面 也没有非常非常的热络 所以在整件事情上面 民众当然会喜欢的是 蒋万安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那至于蒋的这件事情 我其实不太觉得 他会对他有加分 或太多减分的一个状态 可是蒋万安现在做了决定之后 我觉得丁守中 他必须要去努力的地方是 如果大家外界认为说 蒋万安有机会吸引到 那一些丁守中吸引不到的票 那丁守中如果他接下来 要再努力的话 他要怎么样跟他保持一个好的互动 把这些愿意表态支持蒋万安的人 投射到所谓的丁守中的身上 因为你争取选票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如果还是维持在 你原来既有的打法跟战法 认为说现在是我最OK的时候 那如果选民 如果在今天不要讲丁守中 不要讲蒋万安 任何一个人再跳出来 也跟你挑战 以前丁守中的 在国民党里面的初选拜北 也没有蒋万安的因素 也有其他不同的因素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丁守中来讲 他其实今天也讲了 我觉得他也有讲了 就是说大家现在对这整件事情 我觉得他应该怎么去作为调整 那才是他要去争取 能够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对于国民党来说 现在蒋万安讲说 他已经确定不选了 所以一个最新的讯息就是 国民党已经宣布了 农历年后就要启动 全民调的初选 回到现场的话 我们异于 其实跟蒋万安一样 都属于年轻世代 他也是你的同僚同事 你怎么来看他选择不选之后 你民进党要怎么处理 台北市的参政和柯文做的合作 蒋万安的参选 那一开始我们大家都觉得 他在劳基法的时候 基本上他选择就是站在 比较符合年轻人市场的 就是说他权力的支持劳工 那我觉得他最后 可能会让他比较受挫的是在于说 他发现后 他发现他这么的支持 在劳基法年轻人希望的一个版本 结果后来好像似乎在民调上 没有办法呈现去 尤其他面对柯文哲的时候 事实上年轻人在如果不是柯文哲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蒋万安在这一次是 是有得分很大 有得分很大分数 但是在面对柯文哲的时候 似乎这些东西就又看不见了 所以这个变成说 我觉得蒋万安他自己会去思考说 奇怪我已经拼到这样了 年轻人在支持我这一块 跟支持柯文哲是差很多 那同样这件事情就是民进党在 面对柯文哲 还是面对现在的一个我们民调的时候 民进党在年轻的族群基本上是 在这一块是掉很多的 那从过去这一段的一些修法的过程中 基本上年轻族群对民进党感觉的支持 过去的那些热情是不见了 所以这是民进党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尤其在面对大家 这个年轻人就是对于柯文哲这一种 不是传统的政治人物 说白色的力量的时候 民进党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一块 因为跟柯文哲的一些互动的模式 变成说如果我们有时候把一些事情挑出来讲 我们反而会受伤得严重 那如果是让其他人去讲 柯文哲可能会受伤 可是如果民进党一旦跳出来的时候 反而那个后座力会打到民进党 所以变成说我们民进党在处理柯文哲的时候 不好处理 很多事情明明是我们吃肉闷亏 明明是我们吃亏的 可是我们去讲 就是讲不赢柯文哲 这网路上的一个族群 柯文哲是这个是铁板一块的 是我们没有办法丢弄他的 地狱真的很老实 讲出内心话 从几次的一个状况 看起来这个互动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事实上 他在检余任这一次又呈现出来的 网路的一个评价就又不一样 在检余任这一次可以看出来 检余任是当时候 他是连任好几次的一个议员 甚至说他在当时如果去选立委的话 事实上在中山这一区 检余任很有可能会当选 检余任当选代表谁 代表蒋万安没有当选 所以检余任他是在地方是 很有他的一个实力的 但是他在当时他选择辅选柯文哲 而且他的议员就不再连任了 议员他直接交办给他的徒弟 那甚至他立委也没有去参选 所以检余任他是可以说 从过去这几年来 他就是说我就是要辅佐柯文哲 他也说我大概名义代表 这个生涯的时候结束 我就转成政务官 有情有义啦 对我就是全力的去协助柯文哲 那已经帮了柯文哲三年多 而且至少在过去几次的一些台北市政府 大大小小的活动中 也展现了检余任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在这个政务官 扮演的一个实力的时候 结果柯文哲在他离去的时候就只给他四个字 叫做弃职潜逃 我觉得这四个字对于检余院来说 真的是非常重的一个打击 那我还是要回头去讲说 检余院他代表的 他过去是跟陈思梦 跟王定宇他们是组了一个广播电台 所以检余院他代表的不但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任同检余院 还有就是独派的力量 基本上检余院是这一群人 所以柯文哲这一次在 他以为他可以用复制他以往的模式 大家离开我 都是他不对 都是他不对 都不是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都是事情做不好 做不好都不知道 我太少了 这样人就走他了 他用过去的这样的模式 去立判 曾经跟他一起奋斗的一些同僚的时候 以前他可能会得利 在苏利琼那一次我也觉得说 他这样说好 他就没充足 没充足 所以要走 那一次我们都觉得说 哇 怎么柯文哲会对离去的人 讲了这种话 那次他也没有很大 没有伤到 但是 在这一次就伤到了 一而再 再而三的时候 那么对于柯市府 大家来检验的时候 就会说 他们来报的火烧出 那怎么一直烧一直烧 而且感觉上 是不是柯文哲 身边的人也参与其中呢 对于柯文哲来说 现在我们国民党看到的是 这个在蒋万安宣布 不参选的时候 丁手中马上就讲 他要去争取 蒋万安的支持 要用团结 来对上柯文哲 但柯文哲自己 内部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像刚刚这个 我要继续异于说的 就是 灯会的事情 怎么一报再报 现在呢 陈景峻居然被说呢 他是图利厂商啊 所以他感到说 心痛至极 那么到底 谁在背后放冷箭呢 媒体说是蔡壁如 真是如此吗 到底现在柯文哲的团队 发生什么事情 先来看则则报道 柯文哲 陈景峻一前一后 走出市长室 两人上午紧急碰面 就是因为台北登节争议 摆不平 监医院走人后 陈景峻接下烫手山芋 还出面拜托 纸风车剧团 接下游行的重责大任 却遭到质疑 图利特定团体 这让陈景峻大叹 说自己无言以对 伤心至极 情何以堪 怎么我去介入 所有的标案 以前都没有去开会了 现在73固定都去开会 我想这个一派胡有 没有啦 这个很多东西都是误会嘛 我要求说不可以这样 是要邀言满天会 误会真的能说清楚吗 传出打乱陈景峻布局的 就是因为市府误问 蔡壁如出手了 15号晚间登节 德标厂商没有如期到市府开会 16号陈景峻下了最后通牒 但是蔡壁如却另外邀约 厂商代表到市府和柯文哲碰面 还给出会帮忙募款的承诺 17号双方正式签约 但是前陈景峻却不知情 我跟你讲 我都跟他讲说不准插手 所以我跟你讲 没有什么插手 人家也不欠这一笔钱你知道 搞到这样 人家好多来不及了 怎么帮你 好问题 所以就变成我们的问题了 台北登节迫在眉睫 背试的人事纠纷 却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本来新闻 张艺红 红星辰 站在眉睫 听不到 好 为什么会风波未平 而且一波又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媒体就说了 陈景峻他标题就说 我真的很伤心 为什么 他说 柯文哲是托付 想要尽量解决台北登节的标案困境 结果是前线吃紧 后线紧吃 再让台课来讲 那么他为了协助标案厂商 那么能够履行合约 上个礼拜拜会的指风车 结果没有想到 16号下午 市府顾问蔡壁如介入 邀请了这个森林代表和市长 柯文哲会面 那么一谈呢 情况就转变了 柯文哲竟然还承诺要帮这个公司来募款 而陈景峻则被倒打一把 还被影射成图利厂商 他直说这一整天的心情 就是无言以对 伤心至极 实际怎么来看 身为资深媒体人 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波的话题 都是从网路的媒体开始吵起来 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然后一直传一直传 到现在 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有两位台北市议员 一位是王世坚 一位是钟小平 他们都直言 下一个危险的可能就是陈景峻 他就是准备被清算了 真是如此吗 现在看起来 因为陈景峻他是接受媒体的专访 所以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说的 那他如果有这么深刻的 背后被捅刀这样子的感觉 我相信对于陈景峻跟 这个柯市府 跟这个柯文哲之间的那个互信基础 难免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疙瘩存在 而且陈景峻本来是跟柯文哲 算是关系极为紧密的 因为他一直期待柯文哲的神力可以贯注给他 让他去选新北 双存其谋 对对对对 也就是这个柯文哲势力的延伸 很多这个都这样子解读 那所以在这个案子上面 反而陈景峻因为这个要去协调指风车 结果没有想到被后面有人又从中作梗 那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对陈景峻有一些 有一些负面的效果 那现在在柯文哲身边还有三个民进党的 民进党籍的首长 如果陈景峻撑不下去 我相信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的那个关系 因为陈景峻自己也说 他扮演的是民进党跟柯文哲之间的桥梁 是桥断了就不用走了 对如果这个桥断了的话 我相信那个双方的紧张情势一定会 势必会再升高 那私底下讲 就是陈景峻办公室的人 私底下也在讲说 啊 纸箱都已经准备好了 快递打电话了没 这是连话都不留 也就是说看起来 陈景峻的确是伤蛮重的 是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一片事成 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所以这件事情对于选举的影响是这样 所以的确我也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压力变得更大了 一方面是说 陈景峻这个桥梁也断了 然后检院也被人家骂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加上蒋万安的宣布不选 这都使得民进党面对自己 要不要推人这件事情 他必须做一个更为积极的思考 就是说当初大家都觉得说 蒋万安其实对于年轻的 形象好的 以及巩固蓝军的整体票源来说 应该是有注意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这块已经消失了 没有这样子的因素了 之后会不会变成国民党有丁守忠 然后这个加上柯文哲 那因为丁守忠的这个特质上面来说 比较没有办法像蒋万安那么能够吸收 年轻的形象 形象比较清新的政坛小清新那种 那种选票的话 会不会造成一个选票的大流动 就会变成三方大混战 那三方大混战 对民进党来说 是不是可以从混乱当中得利 是 可能要比蒋万安参选 要来得更容易得利 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的确是来自于此 那补充刚刚一副歌讲到的就是说 其实不只是国民党内部自己的民调 是 还有柯文哲自己内部的民调 都显示一个现象就是说 没有想到其实蒋万安在年轻选票这一块上面 惨输 柯文哲是狂淫 20到29岁这一块 大概的比例可能是五六成 最一层之类的 80比十几啊 反正就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我一直觉得 这个民调 选举不是只有年轻人啊 对 那我会觉得是因为这个蒋万安其实他也没有正式宣布参选 所以那个民调 我相信现在做一定落差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样子的 不管是柯自己内部做 或者是国民党这样内部做 对柯文哲来说他其实就心安了 他觉得就算是蒋万安 恐怕对他也不造成威胁 那所以对柯文哲真正会造成威胁的是谁 是谁 是民进党要提名自己人 所以先把民进党的人赶走 那这个策略对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往后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持续带你来关注就是台北市政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连副市长都被人家放话出来说他是土力厂商 面对这样的说法 陈锦俊他严正的驳斥发出声明说他要提告 至于紫锋车是不会 他说未来也不会来参与这个登节了 所以说这个柯文哲他到底年底选举还要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面对刚刚我们拿出的这个上报所讲的是 蔡壁如放冷箭介入登节 一个最新的市政府发言人说没有这一回事 而且说蔡壁如根本没有插手这一件事情 日子哥你怎么来看 好像还变成罗生门了 因为市政府发言人说蔡壁如没有插手这件事登节 那我很怀疑的是那有没有插嘴登节很简单 我说的插嘴就是说请问一下 之前的办公室主任现在的市府顾问 那么您有没有在台北登节的这件事情上面讲过一句话 一句话就有就好有没有 如果一句话都没有 那么市政府发言人所说的是事实 那么紧接而来我就会怀疑我们副市长 陈锦俊副市长所说的会不会是说谎 那一定会一定有一个有点答 那两个人之中一定有一个说谎 说谎的人要下台 不要这样子副市长最后下台 你知道吗 没有到最后柯文哲下台 很难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知道蔡壁如有没有插手这件事情 但是在台北登会的这件事情上面 从检疫院还没有离开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发展 这些日子以来 到底蔡壁如有没有讲过一句话 你有讲过一句话给过意见 对不对 你可能是好心嘛 可能是要帮市长 可能是要帮光船局等等 你认为要把它做 那你有没有给一点点的建议 我觉得最难过的事情就是说 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向 非常重视网络的流量 我相信他一定看到这几天网络流量 给他的一个非常大的沉重一击 为什么呢 他突然间 前一天还在骂检疫院是气质潜逃 隔天就放一个 有放一个风声说 柯妈还柯妈说的 你知道吗 我就不懂为什么一定都是柯妈说的 你知道吗 能不能是别人说的好不好 不要是家人说的这种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么重要的你去见检疫院的事 然后出来讲说没有 你为什么突然间修正 柯文哲做任何一个动作都有他的政治含义 他在世代运营那时候如日中天 那么那么明干那么高 他一经都要炫打民进党 炫打打裂阿하게鸞八糟 炫到自己的民调羹都占绝 Godzilla 轟到他了螺族松 突然间就 bye 不抵ṉ民进党了 所以他每作为一件事情一定跟他的民调 甚至于网络的流量有关系 在简余院这件事情上面 确实你做错了 我举个最简单的 刚刚毅宇已经说了 因为我跟简余院认识 快要接近25年 这三年以来 他贼心疑惯的连任 他贼心有可能 做立法委员更进一步 他帮你当花言人 他帮你扛这个 所谓的官传局长 然后做一年 要做50几个 这个等于说大型的活动 我没有听过简余院骂过 或是抱怨过一句科文哲 一直到他离职 消息传出来 他离职的那一天 他离职的那天 是他官传局的总预算 过了以后 他才去地磁城的 你知道吗 然后一直到他 整个离开了以后 他没有骂过 科文哲的一句话 那群组脱离前的 最后一个留言是 感谢市长的照顾 感谢官传局 这些同仁的 大家的等于说 一起的打拼 一波君子绝交不出二言 就一个这样对你的 一个无怨无悔 然后坐牛坐马 这样对你的 去力挺你的一个 这个从发言人 一直挺到局长 悉你来 他最后得到四个字 叫做气质潜逃 一个 你嘴巴里面说 什么都不懂的女人 他可以代表 台北市政府 去跟远雄 赵腾雄去密会 现在媒体还说 他是16号就带着 这个德标厂商 去跟科文哲碰面 重点来了 那这样的人 真的是没有插手吗 我跟各位说一件事 科文哲这几天的发言 那很多的民众 我一定要解释清楚 科文哲这几天 发言好像检院一走了之 台北灯会 所以40天后 我们没有灯可以看 是不是这样 他是不是行说说 如果你看这个烂摊子 我这急着要死了 不要明月 他会把烂摊子扛起来 不要明月照沟取了 他怎么样 然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做 你错了 不是的 没有签约的原因 是因为如果一旦签了约以后 你约里面所有的东西 你都不能动 包括你的灯都不能移 你知道吗 所有的一切全部 因为只要政府采购法 里面绝标了以后 行同等同签约 所有的一切都在进行 主灯啊 其他的灯啊 什么东西都在进行 都通过一半以上 报警里有台北灯会贪夸 结果他行说成这样 然后昨天早上就签约了 好像一切是 简约离开了以后 哇 你看我们赶快签约 然后台北灯会就办成了 办得好台北灯会 功劳是谁的 你看我可以救 拯救救援成功 你知道吗 说我柯文哲 跟我你们新的观传局长的 办得不好 都简约害的 好 所以说我沿接着瑞德哥的话 所以这个为什么 陈景峻立刻又会变成是被 好像指责的对象 说他是徒利 是不是因为担心 所以他如果下来接手 那么下一个功劳 可能变成陈景峻的 所以说浩晨 干脆说赶快就把这个 他也一刀砍下去 我想是这样 要在民营党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柯P在政治选择上面 可能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在2014年 民进党跟柯文哲是好朋友 那我们权力的相挺 民营党权力的相挺 那挺上了你当市长之后 那我们接了观传局 那接了这么多的重担 包括陈景峻副市长 我们这么努力之下 那现在为什么 可能你因为大数据 刚刚瑞德说的 是不是因为大数据 你自己看了之后 你觉得 不需要民营党了 所以你就用这种下手 来攻击民营党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柯文哲要去思考 到底跟绿的 还需不需要绿的 还是他要拦的 那我们反观 这个拦引 今天丁守中 今天这个蒋万安不选 他宣布不选 我觉得蒋万安 他在自保 他确战 大家都说他不是缺战 其实他就是缺战 因为民调不高 对 他评估下来 他在青年这一块 他根本就赢不了柯文哲 他赢不了柯文哲的 所以他才说 那我就不要了 那因为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他就是怕 他就是不想选 那有一个 他要丁守中 他要丁守中 去当炮灰 那打完了之后 他才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 在蓝营这一块 柯P现在也拿不到了 可能浅蓝的还有 但青年这块当然都在壳皮身上 但在绿营这一块 他现在这些 一波又一波的出手 到底陈景峻会不会换掉 我是没有办法断言 但是这样一波一波的出手 是不是会造成民营党的伤害 我有几个民营党的 青年伙伴朋友们 在想要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他们都在说 我要骂也骂不得 但是里面已经 这个超风暴 他们已经快忍耐不住了 那一旦要这些民营党的 要参选议员的 甚至民营党的这些支持者 一旦集结起来 那这个力量 柯文哲到底承受得了 还是承受不了 我觉得这个是要去思考的问题 好 其实我们现场的 这个青年代表讲究很好 对于民进党的基层来讲 他们现在在乎的是说 那么到底你要不要派人 然后我这个票 到底还愿不愿意支持柯文哲呢 这可能会换到台北市的议员 年轻人的身上 或是议员候选人的身上 而柯文哲真的一定能够选得上吗 有算命先预言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再不到一个月就要过新年了 所以大家都会找这个算命师 来测一下这个政治人物之间的命运 或者是未来他的选举动态 有算命师就说 柯文哲连任没有问题 但是未来选总统完全不可能 先带你来看 参商热情用买菜鞋 因帮柯文哲讨个吉利 但市长也曾透露 想过更上一层楼选总统 现在却有人劝他别做梦 2024年的总统 是不可能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他是差不多66岁 他就已经走入他的 他的任性的这个不好的论 那他做总统 你们宣布退出演技圈 什么都退出啦 柯文哲说你没有总统命 你信这个吗 小心小心 你有在信算命吗 命理师说的斩钉截铁 但柯文哲不愿多回应 毕竟2024还很遥远 2018走稳连任之路 才是眼前最大挑战 日常生活有所改善 才能让市民有感 哇 这打法子 这个补贴是谁付的 我跟你讲 你太不了解台湾人 你惨了我跟你讲 柯文哲走访市场 因为这里会用悠悠卡买菜 创下全国先例 而中轮市场花了7年时间 改建完工 也是台北第一个 结合饭店的BOTM 为柯P正机再添一笔 他们提前拆到 市场改建不会是 选举的主轴 它只是该做的东西而已 要动不动就想到选举好不好 下一任的市场 怎么没问题 虽有命理师挂保证 2018没问题 但运气无法操之再挤 立拼市政为连任布局 柯文哲 还得靠自己努力 三菱新博恩 陈俊卓张欣 回不到 好 我们现在可能管不到 这个选举到总统的部分 但是我们来看 其实曾经帮柯文哲 当过竞选总干事的姚立民 现在竟然也被柯文哲 刺说姚立民乱讲什么 那么主要就是说 他早就知道 这个登节会出包 好 那么讲到 这个竞选总干事 好 现在连姚立民都 连这个柯文哲 他都出言赫斥姚立民的时候 这个大家就会认为 可能姚立民来当他回锅 当竞选总干事的 几率不大 那么谁可能呢 媒体点名了 说这个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或者是这个驻日代表 这个谢长廷 我们现场任俊 你跟这个宋主席很好 有没有可能啊 我刚刚大概看了这个亲民党这边 其实已经有人讲说 完全是空穴来风 不知道这个消息从哪儿来啊 那你看到这个谢长廷先生这一边 包含像柯文哲也都讲说 这个事情是媒体自己在报道啊 那可是我就很好奇了 这段时间我看台北市政府 感觉上像鬼话连篇你知道 为什么讲鬼话连篇 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消息 很多的传言 跟很多的报道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些报道 都有名有姓 还有具体的时间 还有具体的内容 但是通通都被柯文哲否认说 没有你们讲的都是假的 那我就不再知道说 这个鬼话到底从哪里出来的 但是我还是相信柯文哲啦 希望内心是这样想 但事实告诉我 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谁在想真话 谁在讲假话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里面 包含到您刚刚所提到的 说什么姚立民啊 这之前也都跟柯文哲非常的亲近 那那个时候柯文哲之所以能够胜选 不也是姚立民在旁边大力帮助他吗 曾经大家都是形影不离的人啊 那形影不离的还包含了很多嘛 包含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陈景俊 包含到前面提到的这个简余燕 过去都曾经是柯文哲身边的伙伴 结果呢 怎么离开之后 都被柯文哲详感到没一体好 那我们就很好奇啊 那奇怪 你共事的时间里面都没有这种状态 怎么离开你了之后 好像所有你的事情 只要是做不好的 都是这些人害的 那只有你是好棒棒的吗 当时台北登节的时候 让你的民调从开一直跌跌跌 跌到止跌 不也是因为台北登节办的好 那你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好棒哦 我站起来了 全世界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跟我一样 民调跌到下面那么低 还可以止跌还可以回升的 这个话都是你自己说的 我也没听到你感谢别人啊 结果现在就跳出来讲说 没有啊 都是你们后面跟我做工 都是你们后面跟我做工 所以你今天回来看 就是说你看登节的这件事情 我想前几天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来宾有提到说 你如果是任何说简约在欧白乱葬 你还放他一个月的假 那看起来你只是要他盖章而已 对不对 那现在更奇怪了 当时还讲说没关系 简约要离职的话 就让陈景峻来负责 对 负责不到一个礼拜 哎呦陈景峻也是有问题的 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啊 你到底是到底你什么时候知道 如果你讲的都是真的好了啦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你光看台北登节的这个标案 你真的用常理 我都讲说我们都不要讲很高深的政治 你都用常理好了 比如说像指风车的这件事情 你看过去在柯文哲现在所传出的这些 台北市政府传出的这些鬼话连篇 我现在讲鬼话是因为你们都否认嘛 你们都否认有这件事 那媒体都报道 所以媒体可能讲了鬼话啦 但问题是你光看到报道里面所提到的内容 我说得真正的呢 那个都是你柯文哲过去最痛恨的呢 都是你觉得说这些是不可以发生的事情 刚刚瑞德哥都讲啦 合约定下去之后就要照着合约走 上面写A就是A 没有办法给你乱移的 那为什么在去年的登节 合约定下去之后 还会有厂商跑出来讲说 我怎么亏了两千万 那怎么没有照合约走啊 这不是你柯文哲最痛恨的吗 再来就是在这一次传出来的里面 传闻里面 居然还有说合约有人来厂商来招标 得标了之后你还告诉他 不好意思你这里面有一千万要拨出去给人家 而且拨出去的那一家 还是去年被你讲说是亏损两千万 我用常理来讲啦 我如果今天易渝来承包我的工程 他赔了两千万 我今年再跟他讲说 易渝啊 我这个给你做 一走就不够了 我跟他说好我来做 你也问我说易渝你要不要 哪有这样讲讲的说 我跟你说就是这样 你跟他谈过没有 再来就是我们提过嘛 你公开招标的东西 怎么可以绑一个 绑死标案的东西在里面 你要你就切开 你今天该独立招标 这一块该给谁做给谁做 大家得标各自没有话讲 我叫厂商你也会说 你用这个钢琴给你啦 你想尽办法来标 好不容易标到了 不好意思你标到那一块 那一块给我瑞德哥吃一个 这一块石器拿去奔 我都跟你说好 你们不可以有意义哦 那你对于这个厂商怎么办 所以我就讲说 今天这整体事件 你真的回来 真的坐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他真的很奇怪 这些我都不要讲 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你光暗藏理来想 都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方式出来 柯文哲他们没有否认 你只有讲说没有蔡壁如 再早带罪羔羊吗 又或者是在对外说 这件事蔡壁如没有插手 可是当初过年前让他离开的位置 不是说就是要让民进党舒服 让他不要再管事情吗 可是现在为什么 都还是出现了蔡壁如的影子 甚至于现在还有人说 谢长廷驻日代表 要回来帮他当竞选总干事 我想现场唯一的民进党籍的 易渝怎么来看这件事 谢长廷基本上在柯文哲 他在第一次选市长的时候 谢长廷是对他非常的帮忙 尤其是在柯文哲在争取民进党 跟民进党在做整合式的一个民调 也就是说他不加入民进党 用五党的身份来跟民进党 做第二轮的一个PK赛 那我认为说在当时谢长廷 是真的是用了他的智慧 去帮柯文哲 把他跟民进党的关系去调和顶奈 把他整个把他铺陈好 所以到柯文哲当选的时候 他对谢长廷都是很感谢的 那很明显的是说 在这几年来 试探柯文哲当了台北市长之后 很清楚了 他忘了民进党过去是怎么帮他的 他自己当了台北市长 那他在于这一块 基本上他跟民进党的关系渐行渐远 不过到目前为止 很可以看出 柯文哲还不敢跟谢长廷 讲什么比较重的话 他看起来是没有 还是遵谢长廷 对他对谢长廷还是保持他的一个调性是很尊重的 所以谢长廷有没有可能跨海回来帮他 驻日代表不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民进党真的一定要礼让他啦 我看起来是不会啦 因为现在谢长廷他的大弟子 姚文哲他对于这次台北市长 他还是很有他的想法 也是也希望来投入 如果谢去当总案 那你说姚文哲请可以看 对啊 现在你要办的话 也一定是报姚文哲 那很明显的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呈现是 柯文哲以及他身边的一个幕僚啦 事实上他们很喜欢吃民进党的豆腐 他都会觉得说 我去民进党 他都会说 我也是民进党出来 我和民进党也有交情嘛 对吧 好 我可以叫谢长廷台湾到三天 可是他去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都忘了他在前期 是怎样的伤害民进党 是怎么让民进党觉得 对柯文哲你当了市长之后 所以台湾放在旁边 然后很多政策在这家合作的时候 你不合作也可以大家讲清楚 说这个案子我不合作 结果他是一面讲合作 然后一面又要暗中去搞一些有的没的 像台北农产就是最典型的状况 所以在这很多的一个事实呈现出来 是说民进党对于柯文哲 我们会保持尊重 那至于说之后 到底我们要不要提名 我觉得这个民党还在观察中 因为从检医院的离职的风波 我觉得整个事情还在发酵 所以民党还在保持 自己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角色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